第四章,生命基因层次。 费晶王说的没错,仗着宝物横行一时,却无法横行一世。 像星辰塔如此至强至宝,就算单单完整驱动就需要无比惊人的实力,所以说,没实力空有宝物也是不行。 至于费魔毒液之类的,在宇宙尊者级的战斗中就根本没价值了。 就连金角巨兽穿的金甲向费晶王燃烧神体拼命一击,金甲都会直接爆掉。 所以,之前对罗锋益处极大的江甲、王甲、费魔毒液等等,有些将被淘汰,有些作用也锐减到极低。 当罗锋和真眼尊者等一同度过盛宴后,混沌城主却是赵罗锋见面。 虚拟宇宇宙雷霆岛之巅,那无尽气流中的巍峨宫殿前,混沌城主正俯看着雷霆岛。 老师,罗锋凭空出现,恭敬行礼。 混沌城主转身,看着罗锋,双眸似星空大海般深邃,面带笑意。 你得到了108宝藏中的一个? 是的,是一件飞行宫殿式的顶级重宝。 罗锋说道,名叫银球幻影船。 银球幻影船。 混沌城主略意私存,并没有想起这是什么宝物, 却还是道,若是飞行宫殿类的,你倒是赚了。 这一类的,一只很罕见且珍贵,飞行宫殿类的顶级重宝, 怕是比我给你的事无语义,还要更会令宇宙尊者们疯狂追逐。 罗锋点头,他也知道这点。 谁留下的宝藏? 混沌城主追问道。 九之拙。 罗锋道,我查得下,是祖神教最早时期的八大兽神之一。 九之拙。 成风。 混沌城主顿时笑了。 我知道了,是他的那艘九船,没想到现在到你手里了。 这九之主,是个很有趣的宇宙之主,作为天生兽神,实力极端强大,可天生兽神注定会遭到围攻猎捕。 所以,混沌城主摇头唏嘘。 罗锋听的心中不由已惊,天生兽神注定会遭到围攻猎捕。 这令罗锋忍不住回忆起,当年在血落世界所看到的远古图影,当年的确是有一个超级存在,和血落世界的那位兽神进行一战。 从之后来看,那位兽神最终陨落。 为何会遭到猎捕? 罗锋忍不住开口。 混沌城主看了他一眼,平静道。 天生兽神和后天兽神不同,乃是宇宙中的精华凝聚而生,乃是天生的宝藏。 他的林甲,他的皮毛,他的血液,无一不具有奇效。 比普通的质宝,千件万件都要珍贵,围杀天生兽神,是一场盛宴,众多超级存在的盛宴。 罗锋眼中露出震惊之色。 正,征资源,征机遇。 混沌城主道,征分很多手段。 像宇宙各族彼此勾心斗角厮杀争夺资源,是一种征。 像祖神教高喊着不偏帮任何一股势力不抢夺疆域,所以才能做到独立于外,表面不征,却达到征的另一层次。 罗锋点头。 华下古语,福为不征,故天下莫能语之征。 但是要让天下莫能语之征,却是需要极强的抵运实力的,向祖神教,正因为有三大祖神坐镇,然后执行不偏帮任何势力,不争夺任何疆域,所以才能达到更高一层次征的境界,才能透过传承令等手段,吸纳宇宙无数族群天才。 而无数族群知道祖神教不争,那么自然愿意将族内天才送去,让祖神教的资源来培养自己族群的未来。 就这么的,祖神教成为宇宙第一势力,都是在争。 混沌成主感慨,自从低头天生兽神陨落,让宇宙各族知晓天生兽神死后的诸多神奇功用后,其他天生兽神注定会被围攻。 即使在厉害,面对围攻,乃至宇宙最巅峰的一些存在攻击,除非永久地藏匿,否则陨落,几乎无法避免。 像你使用的血罗精,不就是天生兽神留下的其中一样宝物? 混沌成主看向罗锋,罗锋一颤,果然,血罗世界死去的那位是天生兽神。 记住,弱肉强食,混沌成主看着罗锋,这就是强者法则。 宇宙中亿万族群,你在其他任何族群面前都是一族,大家不会有怜悯。 有的是争夺。 所以你要做的,就是不断地获得资源来提高强大自己,你强,便代表族群的实力也更强,族群真正的实力便是由最高层的一群存在组成,每个都是族群的支柱。 你将来,有很大希望成为族群的支柱。 罗锋点头,提到那血罗经,你在突破为不朽之前,记得融合血罗经到极限。 混沌成主嘱托道,这也有助你将来提高生命基因层次,你是黑武者,你的生命基因层次有很大希望能达到宇宙普通生命的百倍。 百倍。 罗锋疑惑,自己因为修炼,九阶密点缘故,地球人本尊的生命基因层次现在已经达到48倍水准,若是驱动血落之力,更是达到480倍。 完全算是比较不错的宇宙特殊生命了。 百倍是极限。 混沌成主点头,身体力量振幅,百倍是极限。 灵魂振幅,百倍是极限。 生命基因层次提高,百倍也是极限。 这,就是宇宙运转法则的一部分,就像元宇宙中飞行最快达到光速,这些都是铁律。 罗锋秉析,不管是身体力量振幅,灵魂念力振幅,都是极为罕见的。 向罗锋接受的魔音神将传承便是灵魂念力振幅手段,至今罗锋也就32倍多的振幅。 至于身体力量振幅,罗锋根本还没有这等机遇。 极限是百倍,罗锋难难。 是啊,百倍。 可自己的生命基因层次,地球人本尊已经480倍,金角巨兽分身更是超过千倍了。 生命基因层次就没法超过百倍极限。 罗锋追问道,哟,混沌城主点头,什么立法? 罗锋连道,躲射。 混沌城主道,对特殊生命进行躲射,只要躲射,拥有了特殊生命的身体,只是灵魂变了而已。 牵扯到灵魂的天赋秘法,或许会消失,可一些身体上导致的天赋秘法,还有生命基因层次,确实都能继承。 可这很难。 混沌城主解释道,首先,不朽神灵的生命印记融入每一个细胞碎片,若是毁掉对方的生命印记,等于毁掉整个身体。 所以,躲射只能对不朽以下进行施展。 其次,如果我是戒主,欲要躲射宇宙级特殊生命。 混沌城主道,击败容易,躲射难,就算夺命,可我乃是戒主的灵魂对肉体的负荷极大。 一旦身体承受不了,照样会崩溃。 罗锋连点头,灵魂和身体是相互匹配的。 正常人类,戒主九阶人类的灵魂,肉体最起码要达到戒主七阶,否则灵魂太强,会令肉体崩溃。 要找寻能承载灵魂的特殊生命肉体,可一旦能承载,代表特殊生命实力和你很接近。 加上其天赋手段,不是你猎杀它,反而可能它猎杀你。 混沌城主解释,更何况,戒主及特殊生命几乎都不离开宇宙秘境,就算能碰到,就算能击败,可特殊生命说不定宁可自爆,也不被夺赦。 总之,夺赦特殊生命虽然好处极多,却难以成功。 混沌城主道,宇宙中能做到的极少。 罗峰追问,还有其他办法吗? 像你,有天赋分身之术孕育了特殊生命分身,不就是了? 混沌城主道,当然能孕育的特殊生命分身,一般都属于很弱的特殊生命。 罗峰连点头,是,世界术自己没法孕育,需知自己是金角巨瘦的体内世界, 又是吞噬金属形成的超大体内世界,能孕育的分身极限,估摸着也就数百倍生命层次。 总之,诸多手段,一般都是借助特殊生命达成。 混沌城主道,还有其他手段吗? 罗峰又问,哪还有什么手段? 混沌城主摇头,没有。 混沌城主略微一吃一诱倒。 当然,宇宙有亿万族群,也有些超级存在,有些秘密至今未被发现,或许便有些连我都不知道的方法。 但是我可以肯定,宇宙运转规则就是如此,是公平的,就算有某种逆天手段,那么代价也将极其高昂。 罗峰微微点头, 是啊,九阶密点乃是宇宙最强者做山客耗费无数心理创造,又弄出价值无量的天魂精来承载,才能进行传承。 即使如此,也仅仅只有一个生命能得到九阶密点的讯息内容。 宇宙运转法则知苛刻,可想而知,别想那么多,百倍是极限。 混沌城主露出笑容,能达到百倍,宇宙中罕见。 很多宇宙尊者,生命基因层次也就十倍。 而你是黑武者,现在便达到十倍,之后再靠受神之血,还能再提高一大截。 罗锋点头,他本来也计划在突破微不朽前融合血罗精,这样跨入不朽,身体能直接达到极强层次。 去吧,若需要受神之血,可以和虚拟宇宙公司直接申请资源。 混沌城主道,是,罗锋恭敬行礼,随即退去。 在原始秘境,宫殿内,磨砂族分身盘膝而坐,在体内世界中,金角巨兽则开始了又一次融合血罗精。 继续。